嗯 程家败落了 所以他们一家人都离开这里了 那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 不知道 最终 贺天宇无奈地离开 心里之前所有的期待 激动 全部化成了泡影 一个一个破灭 贺天宇失望地开着车驶向大宅 一路上还不愿意放弃 开始打电话联系以前的同学 询问承诺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晚上 承诺回到家里 贺子凯坐在客厅里看财经新闻 累吗 不累 有心事 阿凯 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陪在我身边 好吗 承诺认真地说道 即将要面对贺天宇 自己真怕见到贺天宇时 情绪会崩溃 而这个男人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 早就对他有了依赖 心里的某处已经不愿意他离开 想让他一直陪伴在自己左右 好 永远陪着你 看着他的脸 这一刻 贺子凯不得不承认 自己已经爱上这个女人了 承诺脸上浮现出淡淡的高兴 双手探出抱住贺子凯 脑袋放在他胸膛上 听着他有力的心跳 贺子凯 我想和你一路走下去 谱写我们的人生 周五的时光很快过去了 清晨 太阳升起时 迎接的是美好的周六 贺家大宅 承诺下车后 贺子凯已经走到他身边了 手被贺子凯拉着 向大宅里走去 贺家天宇越来越帅了 妈 在你心里 不是嘉宜最美吗 我家丫头最美 我的儿子也最帅 爸 你看天宇都这么大了 她的婚事是不是 可是 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不远处传来的 一道声音打断了 爸 贺天宇听到叔叔的声音 转过身 带着笑意的脸看过去 心里还在期待 那个未曾谋面的婶婶模样 可是 当贺天宇转过身去 看到不远处站着的那个人 尤其是那张脸 自己脸上的笑容 逐渐凝固住 诺诺 贺天宇很深情地叫了一声 这一声让客厅里除过他自己和承诺 其他的人都感觉到诧异 这样亲你的称呼 不应该从他口里说出来 况且 他和承诺还是第一次见面 贺天宇突然抬起脚步 快步就向承诺面前走去 诺诺 而随后 一个快速的拥抱 将承诺拉进了自己的怀里 贺子凯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只觉得手中一空 那只纤细的小手被拽了出去 此刻的承诺也毫无反应 任由贺天宇这样抱着 就算他抱得太紧 自己呼吸有些困难 也没有反抗 这个怀抱 自己曾经依偎过 是熟悉的 诺诺 我回来了 以后啊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会陪在你身边 一辈子都陪着你 贺天宇认真地说着自己的心里话 殊不知 他的这些话 让旁边的贺子凯早就变了脸 对不起啊 说好等我三年 居然等了四年 都是我不好 这四年让你受苦了 以后我会加油地补偿你 用我最真诚的心来爱你 贺子凯的脸沉了下来 脑子里无数个意想不到的惊讶 侄子的这些话 难道他们是恋人 而待在贺天宇怀里的承诺 眼眶早已经湿润一片了 没有忍住 泪水还是流了出来 贺天宇 你就是个大笨蛋 你为什么不遵守约定三年回来 你知不知道 我们已经没有以后了 感觉到承诺哭了 贺天宇心里一颤 急毛松开些承诺 看向他小巧的脸 眼底全是疼爱 诺诺 不哭啊 不哭 我回来了 我发誓 不会再离开了 永远不再离开 贺天宇口中的你还没有说出来 就感觉怀中的诺诺被人拉了出去 天宇 看清楚 她是你婶婶 婶婶 谁 诺诺 不 不是的诺诺 你是我的 你不会嫁给 叔叔两个字 贺天宇这会儿已经说不出口了 这个自己一直崇拜的叔叔 以她为榜样 为目标的叔叔 此时此刻 这个称呼 自己怎么也叫不出口 她是我的 她不是 诺诺 我们曾经约定过 你这辈子只允许我一个人来保护你 爱你 我也承诺过你 我会给你一个美满的婚礼 牵着你的手 一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 这辈子 都不会分开 贺天宇这些话 让承诺哭得更厉害 曾经的种种话语 誓言 承诺 约定 都是那么的清晰 可是天宇 一切 都实现不了了 贺子凯看着面前的侄子 恨不得冲上前去 打醒这个做白日梦的侄子 承诺是自己的女人 不管是保护她 爱她 还是牵着她的手走过一辈子 这个人 必须是自己 也只能是自己 她贺天宇 凭什么 贺诚和李方琼 从贺天宇的话里 已经听出意思来了 这么明显的话 傻子都能猜出 此刻是什么场面 天宇 你在干什么 这样不要脸的女人 你也看得上 妈 你不能这样说弄弄 她不是那样的人 你 李方琼顿时说不出话来 儿子一向很孝顺 这还是第一次 他和自己顶嘴 居然是为了一个女人 妈 你还记得我大一时 对你说过 我有个女朋友 那个女孩 就是诺诺 四年前 我和诺诺很相爱 我们感情很好 我们说好大学 毕业就结婚 可是大三时 你和爸 安排我去国外留学 我知道诺诺缺少安全感 只有我变得足够强大 可以保护她 才可以给她安全感 给她幸福 所以我答应你们 去国外留学 我本来和诺诺约好 是三年的 三年后我就回来 可是在那边 出了些意外的情况 所以现在才回来 可她现在是 你叔叔的女人 不 她不是 她是我的诺诺 一直都是 贺子凯的脑子里 从未有过的烦躁 不安 熊熊怒火 这个侄子 居然和承诺 有过那么深的恋情 而且 还是彼此爱得 那么轰轰烈烈 所以 这段时间来 这个女人的情绪 一直不好 就是因为 天语回来的原因 还有 她那天晚上说的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 自己都要陪着她 她心里是早就想到了 这样的场面吗 还是说 她心里爱的人 一直都是天语 从来没有变过 今天的饭 没有必要再吃了 贺子凯冷冷地丢下话 拉着承诺 准备离开 诺诺 不要走 可是贺子凯刚走了一步 承诺的另一只胳膊 就被贺天宇拉住 承诺一只胳膊 被贺子凯拽着 一只胳膊 被贺天宇拉着 感觉到两人的手 都没有放开的意思 天宇 承诺开口 语气很淡 胳膊动了动 渐渐挣脱开天宇的手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我现在 已经和梓凯结婚了 我过得 很幸福 不 不 不 娜娜 不 天宇 欢迎你回来 今天 我和梓凯有事先走了 改天再回来吃饭 爸 那我们先走了 贺佩絮自然知道 什么结果最好 点点头 允许了小儿子和小儿媳离开 贺子凯拉着承诺 走向门口去 诺诺 贺天宇在身后叫着 想要追上去 却被母亲拦住了 天宇 你清醒点 贺天宇根本不在乎母亲的话 目光还看着那抹背影 直到背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贺天宇还不肯收回视线 贺子凯一路的车速很快 疯狂地飙回沥水弯盘 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 走进客厅里 承诺正打算去沙发上坐着 胳膊就被贺子凯拉住 随后被贺子凯拉上了楼 来到卧室承诺以为 贺子凯想要自己的解释 正打算开口解释时 就被贺子凯甩到床上去 随后 贺子凯整个人压了上去 糖葱 糖葱 酱 糖 糖